欢迎您再次回到新闻现场 带您关注的新闻是 美国华人社团联合会 美国华人联合总会 等等数十个南加华人团体代表 11号齐聚洛杉矶的华部汉宫酒楼 宣布南加各界华侨在9月19号 与洛杉矶华部要举办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满66周年 也欢迎各界民众能够踊跃前往 调节国庆庆祝的主要活动 洛杉矶的桥界联合起来 举行一系列的活动 那么其中我们今年 有与往年最大的不同点是 我们今年的桥宴 我们今天 今年我们放在China Town 第一 这个最重要的方面 第二 我们照顾到方方面面 不同的桥界的朋友 美桥联主席马树荣表示 今年国庆宴会定在洛杉矶华部 这个华人起源的地方 意义非凡 届时美国主流人士 以及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 也将清零共襄盛举 南加州的侨胞 多年来坚持 举办庆祝 中国国庆的活动 充分体验了 大家对祖籍国的 一片赤子之心 和这个依恋的情怀 中国66周年国庆参会 将于9月19日上午11点 在洛杉矶华部汉宫大酒楼举行 天下卫视记者马骏采访报道 体質扬 清零